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你知道吗 我们科亚新来了一个杨博士 叫林子阳 他老跑 每次回来都有纠茶护送 特别的帅 还有这回 院长没兑现他的承诺 没给林子阳房子 林子阳就管院长要院长办公室的钥匙 特别帅 院长就给他了 他就住院长办公室去了 你说我们医院谁敢这样啊 太帅了 什么乱七八东去 吃饭 那都知道还能行啊 帅帅帅帅 帅你个头 就是特帅 等我一会儿 挺沉的 慢点 再咱们先一会儿 完了林子阳 我呢就帮你搬到这儿了啊 好 今天晚上很感谢你 没有浪费我太多时间 晚安 不是你怎么也得给我送到地方啊 你这这翻盖的我怎么办啊 你既然能来就能走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收拾吧 好好办吧小伙子 骗子 骗子 那是什么呢 你爸 你 lets订阅一下 他就走 好像是什么 在那里啊 小伙子 骗子 到家了吗 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 我还在院子里 很迷茫 也很伤感 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真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回来报笑的 现实却让我很失望 只身一人来到这 本想好好干出一番事业 却总是碰壁 无法施展 想争取应该的利益 不仅无人理解 还被排斥 我很困惑 不明白自己哪错了 无法捐用 相似的 可能是否应该是 你不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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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得是 不应该是 那你不应该是 有什么事的 在理论有 你不应该是 他能不能不应该是 月亮在排练吗 丁子洋 明天的早点起开 把办公室打扫赶紧 不要影响院长工作啊 你笑什么呀 怎么了 你还是很好征服的嘛 这么简单就把你给骗了 你骗我 我 我突然喜欢上你这份认真的态度 一个每天执着于工作的女人 也有可爱的地方 说实话 你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有的时候太假 要不你这样 你帮我把东西搬上去 我给你煮杯咖啡 我给你好好聊聊 怎么做成功的女人 走 林子洋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我儿子 我会先揍到你哭得很有节奏 你信不信 路上注意安全啊 到家来给我发个短信 你给我这么多东西 怎么拿呀 最后是他就有时候 喝杯咖啡 好 好 老子 又是你们 让我先喝 我先喝 KEYES 男天 男天 一大早在这儿干什么呢 看看 天气挺好的 院长 真让他住你办公室啊 上班去 院长 早日好 房间卫生打扫过了 花浇过水了 电脑给您安装了防火墙 设置了密码 还给您下载了 最新款的医院专业处管理系统 现在我要替您卖命去了 好臭老王啊 你怎么就这么纵容这个意思呀 你赶紧坐坐 早上好 首长 再给我解决三居前 我会一直在您这儿失忆的七居 七居 什么东西 真把这张城大车垫上了 你说你竟然让他住在你这儿 他今天能住在这儿 明天能住房顶上 大家会怎么想 这医院的秩序 领导的微信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了 这个后勤部那些人还打电话来说呢 说听说你们招了一个齐天大圣 正大闹天宫的 你看 他们还有意见了 房子 设备 医疗款 当初谈的是他好好的吧 到现在不落实 林子阳不服气 我都不服气 整天这就纠缠的这些事情 谁还能有心工作呀 抱怨也没用 看来他们是指望不上了 还得咱们自己想办法 就一套三居室 已经给了刘主任了 能有什么办法 是啊 今天一大早啊 我到营芳科折腾了一六够 你说我现在真是后悔啊 当初咱们让他直接搬进去住 不就完了吗 你看现在闹的啊 我知道你也是好心 我跟老刘倒是老关系了 引进林子阳 无非是想办个中心 把咱们医院留下来 这个事 要是跟老刘谈一谈 让他再让一回 你 我可开不了这个口 咱又不是不知道老刘家的实际情况 那可怎么办呢 现在到这份上 老刘是老同志了 思想觉悟我觉得还是有的 如果要是跟他谈的话 他 他不会不同意吧 你说这叫什么事 是 你去说吧 算你同意了啊 田田 早上好啊 早啊 昨天跟冷护士长谈得怎么样 没事吧 我跟一个大龄已婚女人能有什么事啊 有事也得咱俩呀 你说的 你还真当真了 你不准 那个二十二床女病人小玉偷跑了 跑了 而且没交住院费就跑了 哎 哎 你俩什么事成真的了 没事 你们是不是又逼着那小玉交交交易费了 没有啊怎么了 他跑了 跑了 他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 他现在这种情绪特别容易出这儿 出这儿就得你们负责 别愣着找去 他说请两天假回老家 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手机也打不通 你看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有急事找他 你有他老家的地址吗 那他的生存证压在我们这儿了 您等一下我给你取拿 谢谢你啊 我没做错 我们是按照规定办事 什么规定不规定的 你们要不催着他交住院押金 他能偷着跑出院 我们愿意他偷着跑出院啊 他偷着跑出院我们负责任吗 你看看看 上来就先想着担不担责任你 因为就你一个人着急啊林子洋 我着急是因为我要着急给他做手术 不像你们 是怕他出事你们担责任 你停车 我不想坐你车了 这么大人呢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赶紧给我停车 你别后悔啊 停吗你 有意思没意思啊 我们还有正事呢 快上车 你上不上 师傅 停一下 停一下 你走 走 走 走累了吧 走哪儿去呀 大爷我问一下那个叫 老人御是在前头吧 不远 你滚窝去 我我把你带上吧 我我我上我的车啊 不合适吧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啊 上车吧 那行 谢谢你啊大爷 上车吧 别客气 坐这一边 行 那一会儿柴五站 好 谢谢你啊大爷 我站下 我 站 跑回 站 这儿 有没有正事啊 pue 哇 一点 好 音乐 干吗 好 嗨 好的 煉 不 finished 大爷 这儿姚远家吧 是啊 他在家吗 他不在家 出去打工了 好久都没回来了 我们是蓝天医院的 我姓林 麻烦他如果回来 或者跟您联系的话 让他尽快给我打电话 我找他有急事 他不会回来的 过来给我们打电话 大姐 我想问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小玉的是吧 他家在哪儿了 就在这下边呢 就在这下边呢 是吧 对啊 谢谢 他父母啊都走了好几年了 这小玉出去打工呢 一直没回来 这房子也就一直空着呢 这不昨天吗 他就突然回来了 行 那谢谢你啊 哎 那你先去那儿 那你先去那儿 我去方便一下 好 大爷 你怎么又来了 跟你说不在不在不在 走走走 姚远 他不在 他不在 姚远 哎 大爷 他在家呢 哎 你让我进去 哦 不行不行 大爷 您把门打开 您把门打开 你把门打开 我把他犯了 让他拿家里钱 给别人赃开呀 您别着急别着急 钱的事我们来想办法 不用您 不用您操心 我现在是带他去借小玉 是要救人命的事 他要跟你走来 要命的是我的事 不行 你打了哪儿啊 不打开 别让我出去 你别让 别让我 走 小玉 你不能跟我们招呼 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你知道我们有多着急吗 我没牵着病 再说我得他是骨骸 根本就治不好 林主任不是说了吗 做完手术就能保住腿了 然后再做放疗 这样的话 就有希望治好 你别再劝我了 我真的哪儿也不想去了 我也不想连累我男朋友 就让我一个人 在这个老房子里面等死呢 小玉 你必须得跟我回去 你是我们的病人 我们得对你负责任 我不去 我之前欠你们医院的钱 就等我死了以后 拿着一个老房子电话 可能也吃不了再见 小玉 我们不是为了你要钱的 我们不用再劝货了 我们不用再劝货了 我真的哪儿也不去 我就在这儿守着我爹娘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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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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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回家之后 都被油花锁起来 都不让我冲过来 对不起小月 你听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 很少 你怎么想到的呀 我觉得她爸说话乖乖的 而且除了她 也没谁能把小月劝回去 没想到林主任的心还挺细的 我的手更细腻 我求求你们 别再让她荒废下去了 好 还有心情在这儿坐着 也够悠闲的 我这不是下班时间吗 你得赶紧办正事啊 王总 公司的事情啊 急是急不来的 不是 那谈成什么样了 咱 咱能不能从这项目里边 分出一块来 我就想想办法吧 不是 你是不是女人哪 你说你长这么漂亮 这个资源你得用你知道吗 我用啊 我怎么没用啊 这关键她对我也不感兴趣 那你说我怎么办 这个冷逸宣我了解 她非常能干 海峰找了这么能干的老婆 她肯定会非常累 她肯定无形当中会有一种压抑感 这个男人都有保护欲 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女人 和一个楚楚可怜的小鸟依人的女孩 你想保护哪个 你喜欢和哪个在一起 你说的有道理啊 再说他们是中年夫妻 早就没有感情了 那维系在一起的就是孩子责任 张海峰现在春风得意 她需要别人崇拜她 这正是你的机会你知道吗 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 我再给你加百分之五 我就说我不治了 你非把我接回来 现在没钱怎么办啊 没钱也得治病 治病我问你 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 哎呀我死不了 你知道多少钱吗 行了你钱的问题你别考虑了 我跟爸说好 先把家内团留卖 要不然再把房子卖 不行 把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董事长 刘主任叫你 好 该吃药了啊 谢谢 来吃药吧 董事长你可真是的 你怎么又和林子阳 把那个古牙女孩给接回来了呢 她不是付不起那个住院押金吗 我不是为了我们科好吗 再说她是我们科的病人 我们也不能不管了 现在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你赶快让那女孩出院 她可以到庄科医院去治疗的嘛 可是林子阳非要给她做手术 还说要帮她掏住院费呢 这 你这个林子阳 这种精神是可加的 但是不提倡 要这样的话 那以后没钱的患者 都跑到咱们科来了 那咱们科那经费 它是为军备 你别着急行不行 要不这样吧 我来想办法 能不急吗 我给我同学打几个电话吧 这个事 我想有办法去 拜托拜托啊 你别急啊 拜托了啊 来来来来 先放下手头的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医院 新来的外科专家 按咱们医院的规定呢 融合到我们内部的实习一个月 也谈不上实习 是来指导工作的 大家欢迎啊 王大夫 就让林副主任跟着你指导工作 我 要好好 多多地和林副主任学习啊 林副主任 那是你那办工作 我还有点事 大家先忙着 先忙着 这个林子阳也太想出风筒了 那个小玉的治疗费用 不是个小数目 他林子阳能全负担吗 再说了 院里能让他全负担吗 到了到了 医院了还不得减免吗 这算什么呀 这不是牺牲大家的奖金 做他的公益吗 让他做好人 老秦哪 你就是毁到这张嘴上了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吗 林子阳要求做手术这是好事 但是 是吧 就根据咱们科 现在这个经济状况 不允许 对不对 而且那个 病人他跑过一次了 这是没出事 那要是出了事 你说说 谁负责 对不对 我们现在 让他转院 那是为医院负责 要是林子阳不同意呢 我们跟小领商量一下 我们跟小领商量一下 集体做个决定 对吧 再跟政委报一下 这不就完了吗 那院长呢 他忙着跑钱哪 他不是要给林子阳办那个中心吗 他现在也是一脑门的官司 有苦说不出来 没办法没办法 主任 嗯 葛总 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 我有个同学在肿瘤医院 他那边有一个专项的癌症基金 小预的那个病例啊 正好是他们研究的课题 所以他们二话没说 免费接收了 哎呀 你别哎呀 但是 别但是啊 护士长 太好了 但是 啥呢 林子阳能同意吗 他不是要接收这个病人吗 不不不 林子阳现在已经转到内科去了 我们外医科的事跟他没关系了 跟他没关系了 跟他没关系了 跟他没关系这合适吗 那没办法 咱们医院里有规定 新来的医生三个月内不能主导做手术 可是他不是新来的大学生 不不不不不提他了 这个事情都过去了过去了 我现在决定 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 让这个病人转业 这太好了 你定了啊 我定了我定了 行 快点快点抓紧时间办啊 你看看你看看 这不就解决了吗 这该装修了 这是大事 这可是大事 是是是 来 来 院长 你回来了 好好好 我马上到 好好好 来 院长找我有事 我先过去一趟啊 老刘啊 分给你那个三居拿到钥匙了 拿到了 拿到了 谢谢院长 谢谢首长 谢谢首长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收拾了 过两天就能搬新居了 本来按照咱们医院以前的规定 你当然是要分那个三居的嘛 可是 咱们医院的这个状况 我跟政委非常非常的为难 是是是 本来以为咱们医院可以 可以建成总院的 是吧 所以呢 特招的时候 就答应小林给她一个三居 可是她现在跟我要房子 我我 你说 我 我真是 真不好意思开口 我想 我想让你回去跟滴妹商量商量 是不是看 先 先把这三居 让一让 这 院长 你看 你看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才住上个三居 我上次都让一次了 这次还让我让啊 你现在不是还有房子住啊 当然了 但是小一点 是不是啊 小一点 不过 不过我保证 以后不 哪还有以后啊 以后医院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我上哪儿要房啊 你看啊 我现在正在跑这个 创伤外科中心 只要外科中心跑下来 咱们医院就 那 你跑下来的那个外科中心 跟我没关系啊 主任是人家啊 这 老刘啊 只要是这个外科创伤中心 跑下来的话 咱们医院 还很有希望呢 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只能够 你 你 你看 医院 来 院长 你是我的老领导 只要你觉得合适 你想咋办就咋办 万流 我一 忙着呢 爸 我 我跟你说点事 怎么了 那个 钥匙 啥钥匙 新房的钥匙 那 裤兜里 好了 没事吧 干啥 你先还人家 不是还谁啊 还银方科 不是 银方科不是说这房子分给咱了吗 是是是 还有个手续的问题嘛 不是 还没正式交呢 不是 手续 手续和钥匙有啥关系啊 这个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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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湛 你不会像上次似的 从我这把钥匙给骗走 然后把房子给让了吧 啥呀 说啥呢 咋会呢 我跟你说啊 你是知道这房子对咱家有多重要 儿子要上大学 老爹老妈的身体都靠着这门闷房了 你这是不是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 是 我跟你说啊 你要不跟我说清楚 这钥匙 你别想从我这拿走 你不 咋回事啊 说啊 那 那 院长跟政委找我谈了 然后把他 先把他让了 这 这还真让我给说准了是吧 你又想让房子了是吧 不是我想让 我跟你说啊 没这么欺负人的 他们这是欺负老实人 不行 我找他们去 你现在去干什么 他们是刚找我谈话 你 你一去 人家还以为是我的意思呢 不是 你的意思咋了 不是 就是你的意思 怎么了 这房子本来就是分给你的 是他们说话不算数 一再地出啊返返 那怎么了这是 我找他们去 我告诉你啊 你注意点素质 你是个君嫂 你是个幼秀的君嫂我知道 不是 我再说回来的话说回来 我的一切不都部队给的吗 现在医院有点困难 咱体量一下又咋了 没部队能有我今天吗 不 我 我的优秀君嫂 我也得住房子吧 对吧 现在不是有的住吗 什么有的住啊 我没你这么好说话 我找他们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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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跟着嫦恨了 你 我 我都废了你 林博士 您要是不愿意来 可以不来 忙忙自己的事去 不是主任让您带我吗 什么叫可以不来啊 我呀才毕业两年哪敢带你呀 我们主任说了就走个行事 你呀在这晃一个月就得了 那我真忙我自己事去了 我还有手术要准备呢 可以 走吧 那我走了啊 去吧 好痒啊 等会啊 好 小子 怎么了 胡招 我找院长和政委去 我们家老刘 是一个打断了胳膊穿袖子里的人 对吧 你说 从卫生员干到现在 每一步 都是他流血流汗拼出来的 就说让房子这个事吧 上一次 我们让过一回了吧 我们家情况你知道 儿子 妈说话就要考大学了 现在 连做作业的地方都没有 你说 他要是考不上大学 这一辈子他该怎么办 我 嫂子 这房子要让给谁啊 这全院上下 只有你们家才有资格住这三十一厅的 说是 新来的博士 我知道 这林博士 是医院引进的人才 我们老刘他对医院做了这么多贡献 他也不差呀 哪点比不上 对不对 回家 我找院长和政委去 嫂子 你别着急慢慢谈啊 三号床二百五十奥升盐水里边 在家三颗头包取从哪儿 田田 小王 头儿 挺清闲啊 回来了 那颗带怎么样 你别心里不平衡 我们来的时候都被轮转过 但是那颗库都挺漂亮的 你没物色一个 你怎么这么庸俗啊 人家哪像你那样啊 没事回咱们课玩 好啊 院长办公室住得怎么样 你给铺的床能不舒服吗 刘洋博士就比国内严流生脸皮厚啊 吃什么醋啊 行了行了不开玩笑 我来是找你说点正事 那个女孩的手术 我想请你给我当助手 真的啊 手术若新啊 哪个女孩 二十二床的小玉 二十二床 你不愿意啊 我特别愿意 但是 我先处置一下十二号床伤口 你们先聊着吧 这什么毛病啊 不知道啊 小玉转院了 转院了 什么时候的事 转哪个医院了 转到省肿瘤医院了 刘主任秦主任同意的 护士长给联系的 已经跟着 那他们经我同意了吗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啊 你这我喊什么呀 你出去喊不行啊 你喊 你接着喊 我们出地方我们有人才 对 你们出资金 咱们共同把这个创商中心搬起来 对对对对 利益分享利益分享 至于利益怎么分享咱们都可以商量 我 你们医院到底还劝不劝我 这 喂喂稍等我给你打过去了 你有发什么想吵风吗 不需要你我把你引进来干什么呢 刘主任已经答应把房子让给你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房子本来应该给我用谁让啊 房子待遇放一边先不说 我现在连做手说的机会都没有了 轮转科室没人敢要我 勉强要了什么都不让我干 我真没看出来你们医院需要我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吗 我好容易争取利手术 你们居然被罗巴换成给转走了 这个事我不知道啊 我一直都是这 跑这个中心的事情嘛 等中心筹建起来我跟你说 都听你的 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说你们也不用我 为什么不放我走呢 你别着急嘛 你再等一等吧 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说我让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到时候中心没开始筹备 你帮我办转业手续 对不对 我帮你办转业手续 你说我呢 我是这么说吗 你这么大岁数 你怎么又来这套啊你 对对我是说我 我告诉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嘛 你这么说 我跟你讲 你以为 你以为我对这个筹备中心 我不着急嘛 我没看看你着急 你 我告诉你 再说了退伍手续 不是我办 那是政工部门办的事情 好 我就找政工部门 你回来 林博士下次要喊报告 有事吗 政委 我的退伍报告 什么时候能交上去闪批啊 这事找政策处去办 具体的事情他们具体处理 他们说做不了主 他们都是你的下属 都听你的 我说的对 他们当然听我的了 坐吧 有什么意见慢慢说 那房子都让给你了 你还闹什么呀 房子我可以不要 现在是不让我开展工作 我现在是谁都不要的火腿 闲肉一块 我要求退伍 你退伍的问题 常委会集体讨论过 你不符合退伍的条件 没有通过 集体讨论 那谁对我负责啊 你是部队引进的人才 当然部队对你负责人了 部队是谁啊 那总得有个人 代表部队跟我谈吧 你的情况 你们科医领导 已经跟我们谈过 是不是冷一轩 到你这打小报告了 不许你胡说 乔冷不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 是群众的反应 群众是谁啊 刘主任 秦副主任 冷却 是不是还得有人民的反应啊 林博士 不就是为了一个患者转院的事吗 这些我可以负责 是我同意转院的 您现在还管医疗的事了 我不管医疗 但是我管医疗的差错事故 我分工协助院长抓医疗安全 抓安全把患者都转到多好 那多安全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分管的患者 没准我允许给转走了 我要全把他转回来 我提醒你啊 不就是为了一个转院的事吗 你就这么闹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剥夺一个外科医生 做手术的权利 你们是不是更过分啊 你怎么就这么较真了 已经转出去了怎么办 谁转出去谁负责任 个人决定个人负责任 基地决定了 基地把他给我转回来 林博士 书读多了应该更聪明 要学会与人相处 要学会审时夺势 走到哪儿说哪儿的话 我是从战事一步步走上来的 没那么高学历 可是我 可是您现在还当着领导 管着我这样一个高学历的 对吧 您手里握有左右别人命运的权利 所以您得好好想想 您的一个决定 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也可以毁了一个人的一生 走 你 你给我回来 你有什么呀 证委证委 走走走 我这 正好咱们上院长那儿去 来来来来 这 院长 好 我把证委拉来了 对对不起对不起 李美你别着急 有什么话慢慢说 你坐坐坐坐 正好今天 两位领导都在 我想问问你们 我和我们家老刘 到底是对不起你们 还是对不起医院 没对不起医院 这 这太欺负人了吧 明明知道 我们一家五口 挤在那个一间半的房子里边 这么多年了 为了不让你们为难 我们老刘 让过一次房子了吧 不 你说 你说说看 还让我们怎么着啊 这我 我们也没让你们再让房子 只是说暂时的过渡一下 对 过渡一下 不是 那 那么凭什么总是我们 向别人那儿过渡啊 不是 他这 反正 我们这么些年 我们问心无愧了 我今天跟领导表个态吧 让我们怎么做奉献都行 让我们再让房子 门都没有 弟妹 我跟你天哪 我败家的娘们 快快快快 干什么 大破撒到这儿来了 丢不丢人 谁说领导让我让房子 快 回家 还要说吗 我看得见我长眼 你长气 长眼 这 快快快快 你干啥 我跟领导说清楚 我跟领导说清楚 你说清楚 你说清楚 你可来劲是不是 来劲是不是 好 就冲你这个样 今天我也给领导表个态 这房子是领导分给我的 我做主 我还就让了 你让了是吗 对 让了咋了吧 好 就冲着他 他让了 咋的 我在领导面前我也表个态 你啥态 离婚 感谢观看 好 你